我 疼了也不能叫 一叫元庆就散了 我不叫 赵女作为秦国的国母竟然跑到死牢里找面 而她这么做都是为了嬴政 嬴政和赵女从小在赵国长大 二人青梅竹马自小便心生情愫 嬴政继位之后 赵女也留在了后宫当中 虽然每日荣华富贵 但她却不喜欢这样的生活 你是每天都到大厨房来看我 你以为这样就是对我好了 你知道我都在想什么 我要过什么样的日子 你不知道 在宫里 我见人就要笑 不笑要皱眉 走路要提头 说话要小声 我是个百事 是个魔 我想放声大哭 想大声讲话 我不想对每个人都好 我不愿意过这样的日子 听着赵女的倾诉 嬴政知道了她的真实想法 可赵女是她的初恋 二人如此分开 嬴政自然很是不甘心 为了留住赵女 嬴政带她来到江山阁 江山阁中 四海归一图被嬴政打开 巨大的图纸铺满了整个大厅 里边不仅有秦国 更是有着其他六国 未来还会有看不见的疆土 展开图后 两个韩国人含泪来面见嬴政 四海归一图便是由两人所做 但他们的国家却是将要灭亡 不禁让人感到悲哀 借此嬴政开始展示自己的知晓 韩国是要灭亡 但是你们会有一个更大的 大得多的国家 秦国和六国 眼睛看得到的和看不到的地方 都成了一个国家 天下的人都是这个国家的百姓 这个国家只有一个王 一个好的君王 这个君王在六国灭亡的时候 要救护那里的百姓 人民到处都建立郡县 让青年的官吏来官吏 让遍地都长满了河树 百姓可以安居乐业 把赤道修到边疆 把长城住到远方 熊龙和四夷进凡时 当独贪的马蹄 再把石碑 避在台山上 把石碑 说在大海边 纪念天下的同 嬴政的一番话语中 是打动了赵母 让他决定留下 不久韩国灭亡 拉下赵国也只是时间问题 而在远处的燕国 则成了秦王心中的大患 燕太子丹自幼和秦王在赵国长大 二人颇有情义 秦国又一直坚守进攻远交的政策 一时间便没有了进攻燕国的理由 万一五国一起来攻 秦国便会寡不敌众 这时赵女给嬴政出其主意 只要你放燕丹回去 回燕国 只要你放他回去 他一定会派人来杀你 刺客一到 天下人家都知道了 借口就有了 嬴政当即两眼放光 怎么才能让燕丹一定派刺客呢 找一个他信得过的人就是了 谁 赵女并未回答 而是用行动给出了答案 只见赵女直接来到监狱 让狱祖给自己的脸也落上球子 你在我脸上也情义 夫人说什么 我要你 在我脸上也情义 听见赵女的话 狱祖吓得双腿发抖 迫于赵女的命令 狱祖也只能同意 虽然已经做好准备 但当正是行刑时 赵女还是不免紧张 疼 不疼 疼了也不能叫 一叫盐气就散了 我不叫 尽管如此 行刑时赵女还是叫了起来 受刑后的赵女不敢面见赢政 赵女 见赵女被烙字 赢政当即要杀了狱祖 你不是杀了 别难为他们 是我的主意 脸上不情字 燕丹不会相信我的 原来那个可以让燕丹 必派刺客的方法 就是赵女给自己赤字 如若自己直接和燕丹前往 燕丹定会起 但若克制之后 便不会有此因果 而赵女如此做不为别的 她只是希望自己可以帮上赢政 自赢政继位以来 二人的差距越发悬殊 如此做法 也能换来她心中的平衡 知道了赵女的心意 赢政很是感动 为了赵女的安全 赢政将自己的鱼长剑送给她 第二天赵女和燕太子丹正式出发 马车很快驶到燕国 见到自己的国土 燕丹彻底爆发出对赢政的恨意 杀了你 赢政 我一定要杀了你 天杀了你 赢政 我一定要杀了你 一切都如料想 果真在赵女的作用下 回国的燕丹第一反应就是安排杀手 但杀手的人选却成了问题 这时正在找人的赵女发现了目标 客栈之中 一个孩子因偷包子被老板抓了起来 为了给孩子教训 老板始终喂给孩子水喝 路过的荆轻看不下去 冲到店中帮孩子要水 给他口水喝 你说什么呢 你要把这一点的高权给我 我就给他水喝 非但无用 还反被客栈手下踹倒在地 尽管如此 荆轲并没有放弃 可老板却是变本加厉 不但让荆轲跪下 更是让他从裤裆钻过去 你钻过去 我就放了他 意外的是 荆轲居然答应了 真在老板当下钻了过去 见如此 老板是越玩越变态 直接让荆轲杀了他 你杀了我 你杀了我就罚了 随后强迫荆轲把刀架在自己锅间 虽然荆轲不想动手 可不想身后有帮推之人 只见荆轲被推得上前 请客间 客栈老板便隐恨西北 虽然荆轲将孩子救下 但自己也被抓到了死牢之中 而这一切都被路过的赵女看在眼中 如此不同的人 当即吸引了赵女注意力 死牢中荆轲被当众审问 虽然荆轲极力反驳 人不是自己杀的 可攀攀却是直接给他治罪 不是你杀的 你怎么会在这儿 说吧 荆轲被带到行屋中 只见狱卒将他绑在刑具上 然后开始晃起大船 一片草莓芝出现在荆轲面前 这都是之前客人所留下的 随着晃动加快 荆轲的呼吸也越来越急促 虽然草莓芝芝仿佛已在眼前 但荆轲确实一声未叫 关键时刻 照你道来 不为别的 他就是来带走荆轲的 狱长听此 当即改变嘴脸 让狱卒放人 并夸起荆轲来 如此荆轲跟赵女回到王宫之中 见人选道来 燕丹当即礼贷 并接赵女之口提起刺杀的事 感谢观看 未经讨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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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